郭教授 今天是刚才的话差 对 上一次我们谈了作家和钱的问题 作家和money的问题 但是我老说一个作家应该完全独立 无论他能够赚钱 他应该协作 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猜 他还没有发疯以前 还没有发疯以前 是连一本书没办法发表 所以他用他自己的钱发表他的书 还没有读者看他的作品 但是他发疯了以后 他妈妈才会有他的读者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 尼采还没有发疯以前 也跟中国当代做的一样 说时常要什么 不要我的书那我不写 那我们今天不会提什么尼采的名字 这个他让我想起 就是我有一些画家朋友 我在他们当中发现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讲 就是说艺术这个东西 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 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 但少数人是知音 然后你比如说他画画 他说我直追送源 对吧 我跟千年之前的古人对话 遥相做知音 然后默默的在这耕耘 但是另一种作家跟你讲 说现在时代不同了 你还想说几百年之后 人们记得你 他说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网络时代 你如果不再活着的时候出名 你死了 没有人才会记得你 你对这两种观点怎么看 我不同意 你看那个毛泽东最喜欢的 一个长朝诗人 那个李赫 到了二十世纪初 中国人基本上不看他的作品 是日本人看他的作品 过了一千三百年以后 因为毛泽东特别喜欢李赫 所以李赫到了文革的时候 开始非常红 所以一个作家 他不应该考虑 我今天出名字 还是不出名字 无所谓 如果他觉得他的工作是有意思的 他已经满足了 是生活上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例子 我常常反调 Dostoyevsky是为了还债 平民写东西 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巴尔扎克好像也是这样 Dostoyevsky的小说 当初是为了还债 赌啊 喝酒啊 什么东西 就生活不好 照样写出伟大的作品 所以也可能有些人 眼前有Money 将来又有很大的名 当然了 B-Kassar就是这样 如果有钱财的话 可以这样做 但是很少作家会有 真的一千才 因为他做的是工作 艰苦的工作 所以他还是要选择 你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 但是这个 是常不得住